水里火车目前无法行驶到车程 也影响地方观光经济发展 对此车程酒庄为了带动地方观光经济发展 就邀请许多独立乐团来举办回程祭的活动 我们是希望借由这个回程祭 就是让大家回来车程 常常每年想到像回娘家一样 每年这个季节 夏天这个季节 我们就回来车程听一些摇滚的音乐 就像我们各个地方 有办这个音乐祭一样的意思 希望在车程也扎下这个种子 然后每一年来开花 大家对我们车程会越来越有印象 因为这次火车的关系都没有进来 所以对我们的游客人数有影响 那我们希望借由办活动 再次把游客吸引过来 然后所以请了一些乐团来做一些表演 结果发现效果非常好 因为年轻人真的对这些摇滚乐团都非常的喜爱 艺人陈淑慧表示 发展地方观光是相当重要的 回程季出了有点血音之外 也欢迎游客回到车程 那今天我们感谢车程酒庄 我们的副董事长 来举办一个回程季的这个活动 最重要的就是回程 回就是回家的回 就是能够说 之前来到我们水里来到车程的游客 能够再回到车程 因为最近几年这个铁路中断 所以呢 整个一个观光的行销 真的是要靠我们在地的政府共同来努力 那今天我们看到说 在地的企业家也都站出来了 利用暑假来办这个回程季的一个活动 陈议员也指出 活动中有音乐的饗宴 也有许多青年前来共襄盛举 非常感谢酒庄对于地方观光的重视 有音乐的一个响应 然后还有乐团的一个表演 相信说在地每个人的努力 一定能够让水里乡更好 然后唤起更多的游客 对水里乡的爱好 藉由回程季这个活动呢 更能吸引更多的游客 来唤起他们之前来到水里 水里有各种的美 也希望说在疫情解封之后 也可以带给水里乡 再创另一番的观光的一个心机 主办单位也表示 目前是第一次来举办回程季 回馈也非常好 未来也会考虑继续办理 欢迎民众来车程旅游 记者邱平宜水里采访报导 再继续..